只要吃一口牛排 就能立马获得一万美金的奖金 再喝口酒 又能获得五万美金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奖金唾手可得 在这场慈善晚宴上 只要让富豪感到愉悦 他就会不断给你奖金 但富豪只有用金钱来挑战他人的信仰和尊严 才会感到快乐 因此这些迫切需要资金的参与者 就要不断践踏自己来满足富豪的癖好 其中一个女人是个素食者 因为肉食会导致她呼吸困难 可富豪哪管这些 表示你只要吃一口肉 老子就给你一万美金 面对金钱的诱惑 女人强忍着恶心 吞下了一块牛排 成功获得了一万美金 富豪开心极了 接着又要求旁边的老灯喝一杯酒 但老灯依然拒绝 因为他已经戒酒多年 绝不会违背原则 富豪不屑一笑 小样 喝我玩玉琴固纵事吧 直接掏出一万美金逼老灯就反 但老灯仍然坚守原则 富豪并不生气 而是将奖金增加到五万美金 老灯立马换覆面孔 表示我打小就爱喝酒 直接拿起酒瓶 一饮而尽 富豪拍手高声欢呼 原来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无论什么原则都可以打破 然而这个游戏 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能获得全部奖金 尽管之前有人赢得了几万美金 但中途退出游戏意味着全部放弃 一分钱也得不到 游戏规则很简单 你只需要在富豪提供的两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执行 否则就会被淘汰 富豪刚说完 管家便推来一台电机设备 这是游戏的第一局 准备离开并拿走奖金 但一旦游戏开始 就不能中途退出 富豪要求老灯返回座位 老灯顿时怒气冲天 对富豪破口大骂 可没想到 管家突然开枪将他击毙 其他人都吓坏了 想逃也来不及 管家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们的脑门 大家只能重新坐回座位 游戏正式开始 管家拿出一个头孤 带在小黑的爆炸头上 规则很简单 选择惦击自己或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小黑本性善良 不敢伤害他人 一直在犹豫 没等他做出选择 富豪开始了倒计时 超时或还不做出选择 都将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小黑只能迅速做出决定 结果他全身被强烈的电流击穿 差点休克 众人惊慌失措 而游戏还在继续 轮到皮衣姐做出选择 他没有那么伟大 直接选择电机年长大妈 结果大妈立即昏迷不醒 就这样被淘汰了 轮到速食者的时候 他同样不愿伤害他人 坚定地选择电机自己 结果不言而喻 游戏仍在继续 被选中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伤害别人 人性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家勉强通过了第一关 所有人都吓得魂不附体 但富豪却兴奋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让管家在周围铺上一层塑料薄膜 准备进行下一场游戏 就像其他游戏一样 后面的游戏会越来越难 随着第二局游戏开始 富豪强迫速食者做出选择 要么用冰锥刺穿一位卷毛的大腿 要么用皮鞭抽打一位西装男的后背 速食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权衡利弊后 缓缓走到了西装男身后 在管家的动作指导下 他挥舞起了皮鞭 若女子拿一米长的皮鞭用力抽打西装男 紧紧一下 西装男的后背就开始皮开肉绽 这可不是普通的皮鞭 而是一种刑剧 每一下都会撕裂皮肤 西装男承受了三次抽打 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可游戏还在继续 这次轮到卷毛伤害别人 他左右为难 一边是柔弱的女生 一边是受伤的同胞 可如果他不选 就会被淘汰 无法拿到巨额奖金 卷毛陷入纠结 而富豪已经开始倒计时 不给他考虑的机会 卷毛只好硬着头皮选择打同胞 再次用鞭子抽打西装男 最后轮到西装男做出选择 他却震惊地发现被打的还是他 富豪的公子挑衅地看着他 西装男终于明白 他被整了 公子一定是极度他长得帅 他决定和资本家死磕到底 可再打的话人都要没了 卷毛于心不忍 让西装男用兵追扎自己 但西装男拒绝了 他认为如果为了利益而伤害他人 那跟禽兽有何区别 随即拆下领带 紧紧咬在嘴里 管家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西装男的后背 他再也无法忍受 倒在地上 可游戏仍在继续 轮到小黑做出决定 是用冰锥刺穿卷毛的大动脉 还是继续抽打西装男 小黑左右为难 他不想伤害自己 可是西装男如果继续挨揍 肯定会领盒饭 然而管家直接拿着枪 逼迫他做出决定 小黑只好拿起皮鞭 缓慢地走向西装男 这下西装男已经一动不动了 众人惶恐不安 再玩下去 他们都会面临死亡 然而富豪早已习以为常 继续安排第三局游戏 众人暗自商量 决定逃离这个地方 趁所有人不注意 他们立即起身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解决保镖 有人负责打开门 但富豪毫不慌乱 就在小黑准备鞭吃他时 直接开枪击毙了小黑 众人面对枪口 被迫重新坐回了座位 他们必须继续游戏 否则永远无法离开 而原本参与的八个人 已经死去了四个 最后一局开始 管家推着了一个大水桶 走了进来 宣布了游戏规则 要么选择在水中忍受 120秒的窒息 要么选择桌上的卡片 按照卡片上的规定玩游戏 第一个倒霉 但是大叔他战战兢兢地翻开卡片 发现上面是一枚开花的鞭炮 就在他困惑不解的时候 富豪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解释这卡片的意思 就是要在手上点燃炸弹 没等他回过神来 管家便用胶带把炸弹 绑在大叔手上 还威胁他点燃 富豪不紧不慢地说 别害怕小老弟 有可能是试了哑蛋吗 听到这 大叔半信半疑地点燃了引线 男人左手绑着炸弹 右手拿着打火机 面对枪的威胁 他颤颤微微地点燃引线 众人吓得惊慌失措 慌忙擦掉溅在自己身上的血字 而男人吓得心脏病发作 当场倒地不起 现在参与游戏的只剩下三个人 游戏继续进行 现在轮到了卷毛 依旧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选择在水里憋气两分钟 要么选择挑战卡片上的内容 卷毛认为自己憋气两分钟 肯定会断气 于是选择了第二项 拿起卡片一看 上面是一只眼睛 卷毛疑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富豪不紧不慢地解释 话音刚落 管家拿来了一个刀片和一面镜子 卷毛瞬间崩溃了 他根本下不去手 然而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背后 绅士男只好颤抖着举起镜子 现在轮到速食者 看到前两位选择卡片下场都惨不忍睹 果断选择了在水桶中憋气两分钟 管家无情地把他头摁进水里 尽管非常难受不擅长憋气 但凭借对弟弟的爱 他咬牙坚持 势必要把钱带回去给弟弟治病 终于 他顺利完成了挑战 最后轮到皮衣姐 他不想在水里憋气 直接选择了卡片 结果还是逃不掉要憋气的命运 而且这次是四分钟 没办法 皮衣姐只能接受挑战 被管家用力摁进了水里 没过多久 他痛苦地拼命挣扎 就这样溺死在水里 这下游戏到了最后关头了 存活的两人用硬币 决定主动权在谁的手里 而速食者幸运地赢得了机会 依旧有两个选项 第一项是立即结束游戏 两人相安无事地回家 但是一分钱也拿不到 第二项是选择用枪互相射杀 存活到最后的人独享奖金 卷毛连忙劝说速食者 让他选第一项 命没有钱重要 可游戏都进行到最后了 现在放弃岂不是前功尽弃 没等卷毛说完 速食者直接开枪 富豪对这个结果很是满意 这就是他想看到的 他一点都不缺钱 只是享受这个游戏的过程而已 最后 速食者成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富豪也履行了承诺 给了他一大袋献金 甚至为他的弟弟安排了 无忧无虑的未来 速食者急急忙忙回到家 洗刷掉身上的血迹后 来到了弟弟的房间 可现实往往爱开玩笑 弟弟已经自尽了 不仅是因为不想再受病痛的折磨 而且不想再拖累姐姐 速食者怎么也想不透 为了拿到奖金 他放弃了尊严和底线 到头来却换来了弟弟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